做四件事情,可以把你累世的债都还清,让你今世没有业障,人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,其实是业力所感。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,就是为了偿还业力的,包括情债、钱债和命债等等。 就如师兄之前讲过的,子女与父母的业缘一样,那些很孝顺懂事的孩子是来还债的,那些顽皮叛逆的就是来讨债的。 除了这些,我们在生命中还会遇到很多的有缘人,我们会与这些人发生各种各样的恩怨情仇。 那么,如何才能把这些,累生累世各种各样的债还清呢? 做善事还债,众善因,得善果。 同样地,经常做善事也可以抵消掉累世的债,心存善念,懂得帮助别人,就是在无形中为自己还债。 放生还债,一切善与中,放生的功德最大。 因为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,放生就等于救命,它是偿还累世杀业的最快方法。 吃亏还债,吃亏是福。 愿意吃亏的人,佛菩萨永远都不会让他吃亏。 吃亏是一种难得的大智慧。 当你懂得,吃亏是福的真谛时,你的债就已经还清了,等待你的是源源不断的福报。 不失还债,不失就是修福。 我们在累生累世中,到底欠下了多少债,这是数不清的。 但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起码可以做到,通过不失来慢慢积累福报。 把自己所拥有的知识,财富甚至一个微笑,一杯水不失给有需要的人。 这样就是在帮自己还债,但慢慢还清的时候,你的好运就来了。 通过这四种方法,愿各位师兄早日玄清累世债,得佛庇佑,六十吉祥,业障尽销,福报增长,事业顺利,家庭幸福。 孝顺父母,却累垮自己,到底值不值得? 听听二个过来人如何说,龙应台说,所谓妇女母子异常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她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,不断地目送她的背影渐行渐远。 小时候,我们希望快快长大,而长大了,又无时无刻不怀念小时候。 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容易,二字,更多的是无助,无奈,以及无能卫力。 很多时候,明明知道自己能力有限,可还是咬牙坚持住,明明自己都快扛不住了,还是伪装住很坚强。 你养我小,我养你老,这是天经地义的事,可在真实的生活里,很多人真实的经历,让我们反思因孝顺父母而累垮了自己,到底值不值得? 下面我们听听两位过来人是如何说。 第一,五十六理解说,值得,只是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,做到问心无愧就好。 五十六岁的理解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,四十八岁从工作岗位提前退休了,当时很多人劝她再坚持两年到了五十岁,自然退休,工资不会少。 如果提前退休,每月少不少钱的。 可理解不是这样认为的,她觉得挣多少钱也换不来那几年陪伴母亲的时光。 理解的母亲因得了老年痴呆,只记得理解一人,其他的人都不记得了。 理解的兄弟姐妹就想住让理解照顾母亲,可她在家伺候母亲,比上班还要累,幸好老伴。 儿子儿媳都心疼她,经常有时间就给她搭把手,她觉得自己这样做值得。 理解说,八十三岁的母亲走了有一年了,我特别地难受,彭扶胸口有块,大石头压住。 可想想自己这几年精心照顾母亲,没有让母亲受一丁点罪,多少心里还是安慰一点。 虽然自己没白天没黑夜地陪伴住母亲,自己的血压也升高了,血糖也得上了,可母亲心疼她,走的时候很安静。 作为子女,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,父母在,人生上有往来,父母走了,人生只剩归途。 我们做好,应该做的,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让父母多享受生活。 只不过,很多时候,天不遂人愿,我们只需做好该做的一切,剩下的交给天意吧。 生老病死,人生自然规律。 在老人活着的时候,给老人最大的耐心和关爱,是我们做儿女的孝心。 第二,六十岁的张叔说,孝顺父母没有什么值不值得。 我认为在父母需要我的时候,我能在他们身边就是幸福。 六十岁的张叔说,我母亲从六十五岁开始装第一个起搏器, 到八十五岁前前后后换了四个起搏器。 就为了能够安心地陪伴母亲,我放弃了很多次再就业的机会。 虽然我现在退休了拿的退休金少,可我不后悔当初对母亲的照顾陪伴。 张叔说,儿女的孝顺不在嘴上说得多么好听,而在行动上的付出。 我觉得能在父母需要的时候,我放下一切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路程,是我的幸福。 当一个人身体力行地为父母养老、送中的时候,你儿女也会看在眼里的,记在心里的。 当有一天你需要他们的时候,你的儿女也会尽心尽力地陪伴着你。 很多事情,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,百善孝未先。 因孝顺父母而泪垮自己这个事,没有什么值不值得,只有你想不想去做。 身边有个朋友的母亲病了,虽然有医保,有些药还是需要自费。 每天的自费药需要一千多块,母亲说她有能力付,她有储蓄。 可朋友却说,母亲年龄大了,她的钱留住养老用吧,作为儿女应该为父母承担一切。 养育之恩,也应该在父母生前给予。 身以为然,孝顺在父母生前,而不是死后。 有时候,看到电视剧里,老人生前儿女们各种不孝,老人去世后儿女们大摆宴席,为了不过是给自己找份安心罢了,做给活人看看。 最美不过念佛的女人,真正念佛的女人有三项是家里三世修来的福气。 现代社会,生活节奏很快,人们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,普遍感觉身心疲惫。 虽然有丰富的物质条件,但却无法弥补内心的空虚,有很多娱乐方式可以消遣。 但内心却总是浮躁不安,很多人都有心理问题,亚健康已是司空见惯。 如果想恢复清静和安详,获得自在与安乐,那么学习佛法就是最好的方式。 学佛,修行,就是为了让人生越来越好,越来越快乐,直至彻底消除一切烦恼,痛苦。 佛不是神灵,不是主宰人命运的上帝,佛是觉悟的圣者,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相,只吸了一切烦恼,生命达到了至善圆满的境界的圣人。 他把自己所领悟到的一切即修正的方法与他人分享。 即是佛法,人人通过这条路皆可成佛。 念佛的女人很有魅力,她们心地善良,善根厚,为人不计较,有时看似无情却充满助大爱。 娶到一个念佛的女人,是家里三世修来的福气。 冷眼睛,由心生,故种种法生,由法生故,种种心生。 女人在家中占据重要地位,她的修行直接关联家族的运势兴衰。 学佛修行的女人生性慈悲,内心善良,一言一行端庄有貌,自带福气面相,自然感召十方诸佛菩萨庇护加持。 学佛的女人若是行善积德,广众福田,广结善缘,就会修成三种非常殊胜的面相,活佛像,菩萨像,金刚像。 修成了活佛像学佛的女人,温和待人,像弥勒佛一样常常面带微笑,乐善好施,修得一颗清净善心,像佛菩萨一样救苦救难。 不被着实观念干扰心中善念,形成心系众生的佛陀像。 修成了菩萨像学佛的女人,慈悲修行,拥有慈悲像,自然修成了菩萨像,年龄越是增长,脸旁越是温婉大气,耳垂越是厚重有福,脚步轻快而又不失沉稳。 显现菩萨像的女人,越活越让人相见欢喜,修成了金刚像学佛的女人,内心充满力量,看淡世间俗事。 放下内心贪嗔痴,把心里的痛苦,疲惫,委屈化作学佛的动力。 他清净学佛,没有三头六臂,却坚强如金刚,带给孩子信心,带给父母安心,今生欲见佛法,已是最大福分。 若能娶到学佛的女人,更是累世修来的福源,所以一定要珍惜身边学佛的女人,不做恶事,奉行善事,就会兴旺家叶昌盛家族,世代子孙增福增惠。